這個 小如影的兇器第二集 大家看 平常休息的時候電源關掉 擺著 可以聊天 你的架子基本上不用帶在你身上 那麼累 擺著 這樣子的好處很多 另外我會建議 這邊做個靠腰 這邊做個腰扣 你除了可以背在身上之外 除了可以背在身上之外 也可以考慮扣在這邊 當然那個腰扣要買好一點的 不要買塑膠的 那再來就是說 它這裡 後面還有一個勾環 這個勾環是比較硬的 你不想這樣動動開 扣住 扣住之後 然後咧 我們要離開 離開到現場的時候 這樣就不會動動開 你可以拿著你的裝備 趕到下個現場去 這是這樣的一個使用 好 再來 那我們要 休息的時候呢 乳影當然請它抬好 乳影請它抬好 抬好 怎麼拆一下它咧 記得這裡有個扣子 要優雅的扣一下它 看懂沒有 不要太 那要穿的時候也很簡單 看好 穿的時候 你如果不是女生 比較不會穿那個 兇器的話 那你實在是學不來 你就找你太太 叫你太太教你怎麼穿熊爪 那一樣的東西 就這麼簡單 看好 好 好 就完成了 那正式的版本只有兩根 這個是我們做測試用的版本 這個怪怪獅 兇器 歡迎大家選購 謝謝